我都很想一手交叉来说到底 兴趣假努力 这个首先是要 武功基赛一定要好 我开始接触外务的时候 十九 有兴趣就一直一直摸索 我只能问自己 我可不可以跟别人拉得这么好听 见到别人拉得这么好听 非常配服的 又是欣赏的 一个业务都要二十几元 当次一个业务工资 初初开始做我的时候 就是用一个粗筒 捉到那些出风射 就用别例补下去 当时住在港外 见到一些动物 见到蛇 接着就做了一个业务森林 我是80年来香港 就开始做自己的业务 初周公斤 之前我在上面拉业务的时候 就放弃了 到六十岁 之后就开始想起义户了 家庭护衫就没那么重 我就想起自己的兴趣 我买过漂亮的义户 回来 然后就拿来试一下 接着就不小心在大陆那里 就围失了 围失了之后 那些朋友就开始鼓励我了 木工的手工这么漂亮 这么好的 你都可以做 我自己就开始研究做 刺激发觉 咦 做真理的音质有进步了 慢慢又想比较漂亮的木材 所以用此坛木 试色研究这个乐器 已经有十五六年了 如果只做一个 以后 是要五个工作 十个以上 就不需要流水作业 现在这个 是大过二万五千元左右 那条射大 就比较漂亮的 出力声音 一定漂亮的 每一个具件 和音质都有很大关系的 特别是处理石面 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研究 二碗就是要有一定的标准的尺寸 每一块的板 也都是动一个声音的 每一块 这个是叮叮叮 落块都需要这样的声音 那个感动里面 我就特别业格的 一样要好光滑的 每一石研究 我一定要拉了 拉了几天 拉了之后 觉定是稳定了 我才掛上去 之前都有人 做乐器做业务 但是那个师傅已经不足了 很少这类的手工了 很多朋友都鼓励我 我们本土香港 未可以做到这么好的 应该是要继续研究 店饭下去 做一个品牌出来 如果去某日接班 当然是遗憾何识 真是那个门蓝沽 我都希望有个 我家里有个人 去接班